就在莫小魚在上方設法 打算把顧可可趕走的時候 小區入面進了一部越野車 漸漸駛近了機我輕的別墅 想不到這條死臭小子還真是回來 等著我和紅毛下去敲開門直接搞上車 盡量不要搞出動靜 大哥有這樣的必要嗎 在這裏把腳打斷就搞定了 還要弄回去做什麼 浪費鬼氣了 你這臭小子懂什麼 這個是老闆親自吩咐的 一定要把人搞回去 這件事你還看不出來嗎 老大是看對那條女人 但是那條八婆經常都不答應 這次估計有好戲體了 莫小魚不知道的是 自己正在那裏面臨一場巨大的危險 我是一個跟著雷鳴山撈的飛仔 所以毛鷹宅做的那些事 紅毛是沒有機會知道的 雷鳴三望著紅毛和其他兩個馬仔 抹著眼睛一副好想知道的樣子 當然啦 這個亦都是想賣弄一下 自己和老闆的關係有多近 於是就說了 上年我們公司入了一批女兒 被老闆看對 但是那條女兒好死硬撐 喊生喊死都不肯 如硬不吃 結果怎樣 老闆略私小計 那條八婆的老公 就是我們公司的出納 在拿錢的時候 被人搶了三十萬 老闆把那條八婆的老公 拉了出去毒打 又把那條八婆叫了過去 當著去面毒打去的男人 一分鐘都沒過 就玩完了 做什麼都答應 到了現在都還是老老實實的 老闆叫我什麼時候來就來 不敢說半個不字 噢 我屌 老闆的手段好毒啊 呃 那 那大哥 那三十萬就沒了 三十萬 沒有啦 被人搶了 到現在都還沒破案 估計單案就是個死案 哈哈哈哈 雷明山大笑了起來 其他三個人也都跟著大笑了起來 都明白這些錢八成是雷明山派人搶走的 前後不過是沒有英澤做的一個局 目的就是要那個女人 如果電視台那條八婆 真是這麼稀罕這條混蛋的話 那這樣就有得談了 如果不稀罕 那這樣就玩完了 還要再想個辦法 這條小子到時候就只能夠尋光了 雷明山說 哎 可惜了 呃 對了 大哥 等一會 還要不要拿工具 紅毛問 拿什麼蟑螂啊 你們三個還搞不定一條小子嗎 你們怎麼跟我出來走的 我等陣在車裡面等你們 動作快點 說完 雷明山張煙頭 彈出了車外 將車停在機殼輕別墅的門前 其他三個人都下車 什麼聲啊 顧可可首先聽到門外邊開關斜門的聲 就問了 啊 做什麼啊 沒有什麼聲啊 莫死如則爾一聽 什麼都聽不到 不是不是 一來啊 我耳朵好靈啊 是啊 是不是那個女人回來了啊 顧可可即刻站起來 跑到門口 掀開窗口一角窗簾 向外看過去 剛好見到有三個男人 向著這邊走過來 你約了人來啊 三個男的 還開了車來呢 顧可可見不是機殼輕 鬆了一口氣 沒有啊 什麼回事啊 不會是來偷東西的過 莫小如在想 但是都還沒等他有所反應 門口就已經傳來了 平平盤盤的突門聲了 開門 開門 查門氣標的 有人報警 說你們這裡天然氣洩漏 門外邊有人說 我們這裡沒有漏氣 不用查了 廢什麼啊 開門快點 外面的聲音 好霸道地在喊 哪裏只是煤氣公司啊 莫小如拉著顧可可 將他推到自己原來住的客房 糟了 好怕是賊啊 你你進去千萬不要出來啊 莫小如一路說 一路拿出手機 給門口打電話 然後又報警 就這樣 剛剛打完電話 門居然被打開了 匆忙間 居然忘記了反鎖門 毫無知情 就是賊來的 一般的鎖具 不會超過一分鐘就可以打開了 你們 你們這樣做什麼啊 莫小如感到一陣恐懼 可惡 這個防盜門都可以打開 這樣太沒安全感了 英俊 有人想見你 跟我們走一趟吧 紅毛皮笑肉不笑地看著莫小如說 你們到底是誰啊 我已經報警了 等一會兒警察就到了 莫小如想嚇嚇他們呢 但是想不到 加劇了這三個人 將他整走的速度 紅毛一擺手 那兩個人就衝著莫小如跑了過來 然後一左一右 領著了莫小如的手臂 紅毛眼看著就要進來 他以前是賊 有句話 賊不走空啊 怎麼都要拿些東西才走的 於是在客廳入面 開始摸來摸去 莫小如心想 無論這幫人是誰 但肯定不是好人 但是想掙扎的時候 又不得要領 根本就沒辦法反抗 正在絕望的時候 突然間老海入面 浮現出 在臥佛子見到 武生明正打的那套拳法 以及明正那個展主藤羅的身影 莫小如本來不相信自己都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不試下又怎知道做不到呢 萬一做到了自己可能就可以擺脫被帶走的危險 即使不可以擺脫也不會吃虧 最多還是被人帶走 閉上眼 明正的每一個動作都更在眼前 莫小如曾經親自見到 明正一腳踩在地上邊時候的氣勢 莫小如自問沒有這樣的力氣 但有樣學樣 那身一陣 將全身的力氣都灌著在右腳上邊 然後一腳出力地踹下去 吾屁吾歪 剛好踩在自己右側捉著自己的人的腳面上邊 莫小如都還未來得及聽到那聲骨骼碎裂的聲 因為他的意識全部都沉浸在明正的另外一拳上邊 爭脫了的右臂以雷霆之勢 襲向了自己左側的人 這一拳打在對方的臂上邊 比起那一腳力量小了很多 但相對於腳上的骨骼硬度 臂上邊的軟骨就可以忽略不計了 左邊的人幾乎是和右邊的人一起發出了一聲慘叫 還在摸東西的紅毛 聽到後邊的慘叫不由得嘔一下 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這傢伙有這麼大的本事 居然接連地放倒了自己兩個人 莫小如這個時候越戰越勇 見到被自己打壞過鼻的人想站起來 抬起腳向著面門就是一腳 你一腳比那一拳重得多 那傢伙直接躺在地上邊 掩著臉轉起圈裡 紅毛見到莫小如殺到眼都紅了的架勢 有些錯惡 這條死仔剛才在這裡扮演嗎 但就在他猶豫的時候 莫小如跑到門後邊的雜物間 他記得基奧兄的高爾夫球具 都是在那裡的 其中有幾把高爾夫球桿 那樣東西打人絕對就手 這個時候 在外面車裡面等著的雷明山 聽到別墅的慘叫 馬上就意識到不行了 於是落了車 馬上到別墅裡跑了過去 見到的他是自己兩個人躺在地上 紅毛 什麼回事 人呢 紅毛瞎瞎瞎瞎 一時之間居然話都說不出來 只是指了指門後邊的雜物間 這個時候 剛好見到莫小如 舉著高爾夫球桿跑了出來 見到門口又來了一個人 還以為是物業 就問了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 這裡有三個人 警察就快到了 不要讓這幾個人走 噢 沒問題 我將這幾個人先帶走再說 講完 雷明山向著紅毛洗了個顏色 拉起地上邊的人向著門口跑過去 直到這幾個人跑了上車走了 莫小如才明白上了檔 莫小如又一想 警察等就來了自己怎麼說 大徒走了 但是自己在這裡是做什麼的 機賀卿是名人 這裡是機賀卿家屋 自己怎麼解釋 想到這裡 最後 莫小如衝進客房 叫顧可可出來 直接跑向地下車庫 開了車離開了城市華庭的小區 出門的時候 就見到警察的車子進入了小區的門口 喂喂喂 你走什麼 警察來了說清楚到底是什麼回事 顧可可見到莫小如沒有停下的意思就問 解釋 怎麼解釋 解釋得清嗎 我警告你 這裡不安全 你以後不要來這裡 我也不會在這裡 那你去哪裡 那你就不用管了 留在學校裡面 不要出門 沒事不要亂瘋 莫小如很生氣今天的事 更加拿命的是 這些人是哪裡來的 是什麼人要見自己 自己也沒有得罪什麼人 唯一可能的就是龍文漢 還是因為顧可可和龍文漢發生了些不愉快的事 但這個都過了整個月 為什麼還記住這件事 你餓什麼我 我又沒有得罪你 顧可可不撈了 她的脾氣本身就不好 莫小如整晚都沒有給她好臉色 你一陣脾氣也上來了 那是因為她根本不知道外面客廳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警告你 你以後最好老老實實地留在學校裡面 今晚這三個人是要幫我去見一個什麼人 但我想來想去也沒有得罪什麼人 唯一搞到不開心的 就是開學那天找你麻煩的那個男的 龍文漢 龍副市長的公子 你惹不起我都惹不起的 明白嗎 莫小如一路開車一路說 顧可可 嘔吐了一下 一想是有這樣的事 但是這件事都過了很久了 那傢伙 原來是副市長的兒子 難怪得這麼囂張 肯定是因為自己和莫小如現在的關係 才對莫小如不利 想起來可能還真的因為自己的問題 自知理規的顧可可就不出聲了 莫小如一直開車把她送回到學校 你去哪兒啊 我還有事啊 你自己小心 如果她真的再來找你麻煩 你就去找我們班的輔導員 龍幼圈 那個是她姑姐 她就不敢對你怎樣了 那你也小心點 顧可可不敢再和莫小如頂了 乖乖地回到學校 莫小如開車準備去博物館 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唐州 所以莫小如想去地下室處理好那套酒氣 從今天的事來看 那套酒氣簡直就是莫小如的命根 雖然不是高峰期 但是市裏邊的車流量依然很大 車根本就開不起來 突然間 莫小如注意到前面插入了一部車 一看車牌 莫小如嚇了一條 本能敢上去摸後排的高爾夫球桿 但是前面的這部車並沒有迫停她 而是繼續向前開走 因為莫小如看得清楚 這部車就是剛才想去綁架自己的那一部 這樣令到莫小如很震驚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見到後視鏡裡面 人民醫院的危紅燈 莫小如這樣才明白 這部車可能是來送自己打傷的那個人 好吧 她都不敢跟得太近 一般是隔著兩部車 一直跟到自己前幾天來過的一個地方 上品角 莫小如把車停在路邊 看著那部車一直開到賓客下車的地方 開車的人下車之後直接進去 門童就把車停在停車場 前前後後把今晚的事想了一次 得出一個可能的結論 那個就是那些人有可能是衝著機可輕的 或者就是衝著自己來的 但是原因還是在機可輕那裡 很明顯 幕後黑手不是龍文漢 而很有可能是那個唐人的 在唐州首富毛鷹宅 哎呀 想到這裏 莫小如不由得覺得牙都有點痛 頂去個肺 怎麼會得罪這樣的人 那自己以後在唐州還有好日子過嗎 莫小如上了車 被機可輕打了個電話 這件事必須要讓他知道 不可以一走了之 你是走了 但是我還要在這裏撈的 這件事要有個解決辦法 喂 賀兄姐 吃了飯沒有 在中州玩得怎樣 莫小如很欣勤地問 幾好啊 怎樣 你在開車嗎 是啊 剛剛逃亡成功 差點被人綁架 莫小如一開口 就把這件事說得很嚴重 什麼回事啊 機可輕覺得不妥就問了 我今晚剛剛回你家 莫小如把整個過程說了一次 機可輕那邊聽到掩著嘴 他感覺到最危險的那一次 是狼堅白派人追殺他的那次 但是相比莫小如這一次的危險 自己那次真的要好很多 那怎麼辦 報了警了 報了警了 但是人走了 我都沒有留下做不錄 就算是報過假警了 但是我親眼看到那個人入了上品角 而且門童跟他都很熟的樣子 我如果再見到那個人肯定認得他 所以這件事八成是衝著你來的 你還是小心一點 那你呢 你又怎麼辦 我準備出去避一避再說 反正我現在也不敢在唐州了 許老母太可怕了 都好 哎呀小如 對不起 這件事我盡快想辦法解決 好了好了 就這樣先 你自己小心點 基何兄還算是有良心 不用莫小如說明 就主動想辦法解決這件事 否則莫小如都不用想在唐州有蠟燭之地了 趁著夜色 莫小如又潛回去基何兄的家 簡單地執觸一下自己的東西 連車都鎖在地庫裡面 然後打車離開了城市華庭小區 去了博物館的地下室 那裡應該夠安全了吧 不是幾容易被人找到的 等進入了地下室的門 莫小如這樣才送了一口氣 這晚就住在地下室裡面 有酒喝但沒有食物 只能夠等到第二天去叫外賣了 師父 我過幾天要去外地採風寫生 你要不要帶些什麼 我幫你買回來 莫小如等到文玉山上班 去了他的工作室 這個時候 文玉山正在修復青銅鼎 見到莫小如進來就說 你來得剛剛好 我只想找你 你來看看 我又清理了一面 但是表面的內容好像更加複雜 我也看不明白 莫小如拿起放大鏡 貼近那隻巨大的青銅鼎 第三幅畫面 是一處看起來好像是公室的地方 原來還是現請眾人的主人 他已經放起了大火 雖然還未燒到主人所在的位置 但是可以想像得到 結果必然是成為了灰盡 這個 到底在說一件怎樣的事 研究歷史的人 最難受的就是想知道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就是歷史的魅力 文物是歷史的信史 所以最能夠作為佐證歷史的 就是文物 呃 這個人好像在放火自殺 沒錯 但是值得同頂技術的一個人的死亡過程 又有幾個呢 文玉山望向莫小魚問 莫小魚對歷史知識的熟悉程度 幾乎都是在電視劇裡面來的 文玉山的話令他覺得很慘愧 他不知道 只能夠老實地搖走搖頭 想要成為一個鑑定的大師 首先要成為一個對歷史熟悉的人 雖然不是說 對二十四史以倒背如流 但是至少對每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發生的那些事 你應該知道的 小魚呀 這條路不好走的 你的歷史知識太過規乎了 師父 這個不要緊 我學就是了 而且付出給人多幾百倍的努力 我就不信學不懂 其實我對歷史還是很有興趣 莫小魚馬上表達自己對歷史的熱情 好的文玉山一生就不夠鑑定知識了 喏 這個是你說的 行了 這件事暫且是這樣的 等你回來我們再談 有價值的青銅戲 基本是夏雙洲和春秋戰角 也就是先秦之淺 既然你對青銅戲感興趣 那你就好看看那段歷史 等你回來 我教你怎樣鑑定青銅戲 文玉山賣了個關子 雖然莫小魚很想知道 但也知道 文玉山敢是來考驗自己 只能夠無奈敢轉從 趁著在上邊有信號 莫小魚被杜馬雪打了個電話 問一下昨晚考慮得怎樣 昨晚去了做什麼 後來等你的消息 沒有了夏文 昨晚有件突發事件 昨晚有件突發事件 只顧著走路 未來得及跟你說一聲 啊 捉了什麼事 喔 沒事 現在沒事了 師姐 想到去哪裡了嗎 見面再談 把你的身份證號碼發給我 我們機場見 我見到今天還有票 太好了 唐州我是一分鐘都不想留在這裡 我們下午走 去哪裡無所謂 只要是杜馬雪肯讓他一起走 這樣就成功了一半 關鍵是 莫小魚現在已經是京工資料 根本就不敢留在唐州 到了機場 買了副黑超帶著 然後去機場書店 看看有沒有關於前程的歷史書 你一路上都可以看看 好可憐啊 免得到時回來 沒辦法向文玉山交代 逛了一圈 終於找到一本仙巡史 於是拿著本書 在等候區看了起來 半個小時之後 啊 身邊一陣香風 一個女人坐在自己背靠背的座位上 這麼刻苦 不是說去旅遊嗎 還帶書 為什麼不錯過來 這裡還是唐州 萬一有認識我的人 很麻煩的 所以還是小心一點好 杜馬雪很小聲地說 直到登機 莫小魚才知道 杜馬雪買的是去洛京的機票 這亦都隨了莫小魚的意思 洛京 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四千年的建成史 和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 先後有一百零五位帝王 在這裡定頂九州 這裡是千年帝都 死了這麼多皇帝 不可能邁到江南 洛京市北面的亡山 據說是風水堡地 很多皇帝都在這裡建靈 一座北亡山 幾多帝王陵 更加不要說其他的大帽 歷來這裡就是道墓者的天堂 還有幾多帽未被人發現 也是一個米 這就意味著 洛京的文物販賣很發達 莫小魚之所以 可以狡惑杜曼雪來洛京 也是為了慣一慣古門市場 撿個樓之類的 將文玉山教給自己的理論 應用於實戰 可能是因為下午的原因 再加上不是周末和家企 利堂航班的人多 還未坐滿 杜曼雪和莫小魚得以坐在一起 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杜曼雪見到莫小魚就馬上問 杜曼雪聽完莫小魚的話 就在眉頭說 嘖 這個貿應責也太離譜了 恃著自己有錢就禁護作非為 真是過份 這件事關鍵還是那個台長 真是仆街 好像叫康良平 我看這條仆街的良心真是壞到透了 莫小魚生氣爆爆地說 康良平這個人 是你那個師姐的哥哥推上去的 平時看上去都做不錯 想不到這麼卑鄙 莫小魚 想了一陣就問 你是說這個康良平是龍頂天的人 不是他還有誰 這個人也是一個偽君子 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是一個收藏得好心的人 還有你那個師姐 你就要小心點了 那條小女的心機好深沉的 唉 是啊 我老師也是這樣說的 要我離他遠一點 但好像沒辦法離他遠一點 他是我的輔導員 導賣說聽到莫小魚提起了狼堅伯 本來也想著說幾句 但一想 莫小魚對狼堅伯什麼態度 自己不知道 不要亂說話 再說 自己說了莫小魚都未必會信 還是不要多嘴 多嘴 多嘴 兩 三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